这边还有那个连伦上师 他也是一个水墨画的画家 那个印尼来 印尼来连伦上师 他画这个虾子 画螃蟹 画燕子 画这个松 还有松上的鹤 画花鸟 我家里都有他画的这些东西 花鸟松 鹤 这个燕子 虾 螃蟹 他都画了 画了很好 这个也得过奖 也得过奖 这个他每一次要画东西都要看东西 看那个好像说要画虾啦 画螃蟹 他就买很多螃蟹放在桌子上 看他在那边爬这样子画 他先生有一次跟他讲 还好你没有画老虎 你买只老虎回来 我们就找 不管你是礼入啊 不管你是 视法兴趣 你都会产生这一种境界 最后一个境界就是自然 入门的时候会有变化 以后演变就变成自如跟自然 达到那种空性的时候啊 你会有一种自然而发的那种现象 就变成原来的这种面目就显现出来 这个叫真性面目 显现在画画之中 这个佛理啊 跟邪博 跟画画 是关联很重的 你知道有所谓禅画吗 这禅师啊 作画 他也是要一样的 完全是要心灵跟意念 完全清静 无心而化 这种画出来的意境是非常超然 完全是一种心灵作画的上层作品 你们写佛也是要这样子 真正到了意念的清静的时候 真正到了自在自如的时候 你们的一言一行 所表现出来的这一种哄化 就是佛祖的哄化 就是祖师的哄化 你们都可以显现在你们身上 这时候那种光啊 是一种很自然的光嘛 不是很 不是世俗的 不是随庙盖的最大 随的地址多 不是随的全都 神能够控制多少人 不是这样子的 完全超然一世俗之外的 那一种神仙跟佛祖的静静 我们得到了这个入门以后啊 当然我们在理解佛法上面 必须要了解四圣六凡十法界 那么要知道这个六道众生的苦 了解六道众生的苦 这个天上界也是苦的 那么一直到第一界 恶鬼界 出生界 三恶道都是很苦 人道也是苦 天人 阿修罗道 第一恶鬼 出生 都是很苦 这些境界 你们都要去明白 然后寻求这个出离 那么懂得无常 要懂得出离 再加上无我 这个时候了 你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是什么 就是你懂得无常 懂得出离 去修正无我 你就是阿罗汉 六道轮回的苦 实际上是非常清楚地显现在我们这里 你们看这个医院 看到这个好像人家盖医院 盖了很大 做很大的善事 这个或者是说那个 其实那个应该 假如我给他提字 将来我给他提字 我会这样子提 南无 南无 地藏王菩萨 互死 互死 台大医院 什么意思 南无地藏王菩萨 幽民世界 第一道 互死 这个荣总医院 荣民总医院 南无地藏王菩萨 幽民界 第一道 互死 慈祭医院 我会这样子写 医院就是敌 告诉大家 我的眼光看的 你们看的 医院就是医院嘛 那里面很多的天使 白衣天使 那个都是恶鬼啊 夜叉啊 在那边整人的啊 都是拿着刀叉的 开刀的 开脑地义 幻圣地义 泼干地义 窝眼地义 都在那里啊 真的医院就是这个样子 我到过地义去哦 我跟你讲实话 我们也 我到过地义去 看到一个弟子 那个弟子的脚 两只脚 被一个钉子钉起来 我很久 没有这个弟子的消息 我看到他 我说你 他看到我来 他也哭 我说你怎么在这里 难道你死了吗 我问他 我是说你死了吗 对不对 不是讲印尼话 印尼话叫 Slamabagi Slamabagi是早安还是 早安啊 Slamabagi 我说你死了吗 Slamabagi